作者 暗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秦辰冷后一步步站了起来 他周围环绕着黑暗王穴气息 从一个普通的黑暗族人 一瞬间化成了一尊顶级的黑暗强者 狂暴的气息席卷 令得暗雷老族等人面色发白 他们万万没想到 秦辰竟然也是黑暗皇族 完全的出乎预料 但是回头一想 却又在情理之中 若非黑暗皇族之人 司空镇和林渊至尊 又岂会如此的忠心的追随于他 而秦辰的出现 则是让荒谷至尊等冤魔族人心中一鸣 又是一名黑暗皇族 这让他们心头凛冽 目光森朗 唯一让他们松口气的是 秦辰的修为气息并不算强 绝非巨帛级人物 而在他们警惕的时候 也让他们发生了一些意外 结果看到 霍军的目光落在秦辰的身上 不断地打探 甚至无视了一旁的荒谷至尊 而是朝着秦辰一步步走了过来 轰的一声 霍军眼瞳之中绽放出了神红 死死地盯着秦辰 哼 这等王血气息 你莫非是难以卖的 不过本座为何从来不曾见过你 你究竟是什么人 此时此刻 他终于明白了自己为何一开始看到秦辰的时候 心中便有些不舒服了 因为秦辰身上的黑暗王血 乃是来自帝氏天一脉 和自己生来敌对 而更让霍军疑惑的是 秦辰身上的黑暗王血似乎并不精准 略带波杂 好似利用某种手段揉智而成的一般 而且体内还有着截然不同的黑暗一族的气息 轰的一声 立鹤声中 他直接出手 恐怖的杀气如同是汪洋倾斜而出 朝着秦辰直接抱涌而来 告诉本座你的来历 他冷鹤了一声 杀气腾腾 毫不顾及秦辰黑暗王族的身份 眼眸之中毫不掩饰杀气 在这里出现了别的黑暗皇族 不管怎么样 对他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司空阵和林渊至尊神色大变 急忙上前 急切道 破军大人 大家都是黑暗一族 何不 滚 破军无视两人 大手镇压而下 扑地声 司空阵和林渊至尊被齐齐地震飞出去 口吐鲜血 面色惊恐 关键时刻 一道黑色剑气突然出现 轰的一声 是秦辰 他树然地出现在了司空阵和林渊至尊的面前 剑气冲天 宛若是一柄万丈通天剑柱 死死地扛住了破军的这一气 轰咔的一声 惊人的轰鸣响彻 秦辰在破军的这一击下 身体颤抖 剑气激荡 整个人要当场报岁一般 他的身体之中 传来了咔咔的碎裂之声 皮肤都裂开了 可怕的气息激荡 秦辰四周的虚空直接崩溺 但是他却是闻死不动 窥然不退 硬生生地盯着破军的攻击 对着司空阵和林渊至尊 立合道 你们两个别管那么多了 走 听本少的吩咐 离开这里 回黑暗大陆 大人 司空阵和林渊至尊 难以置信地看着秦辰 神色激动 内心感动 这一刻 他们是真的被感动 别看他们司空圣地和林渊圣门 在黑玉大陆如何威风 乃是三大顶级势力 但是在黑暗大陆 在皇族的面前 他们真是如同蝼蚁一般 根本就不值一提 一名皇族成员的重要性 绝对超过了他们整个家族 整个势力 而今 秦辰身为皇族 竟然是以血肉之躯 为他们两个硬生生地扛下了破军的攻击 这样的场景 深深地触动了他们的内心 让他们冒出来了一种 要为秦辰粉身碎骨的冲动 但是这一丝念头刚刚生出来 却被秦辰生生打断 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走 秦辰力合 可是 可什么事 滚 秦辰身体内冲出来了一股可怕的冲击 猛然地将司空阵和林渊至尊震飞了出去 轰隆的一声 两个人直接被震飞出了这片区域 而秦辰也因为如此张口喷出了一口鲜血 被破军的力量入侵体内当场受伤 司空阵和林渊至尊感动地看着秦辰 眼眶之中甚至由泪水滚动 饶使他们乃是一方巨拨 在此镇守了一万年 也不由地为此感动 最终 他们对视一眼 看着秦辰那决然的表情 一咬牙轰的一声 两个人瞬间转身 直冲黑暗禁地之外 想走 走得了吗 破军见状 目光一闪 他气息一阵 一股可怕的气息 朝着司空阵和林渊至尊 便是狂喜而去 可怕的气息瞬间降临两个人头顶 司空阵和林渊至尊浑身寒毛竖息 一股死亡的气息瞬间降临 不可抵挡 感受着破军袭来的攻击 两个人心中齐齐冒出了一个念头 这一劫 对方无比狠辣 绝对是要将他们彻底斩杀的 没有丝毫留守 太狠毒了 两个人惊怒 疯狂地释放出了昆魔宫和林渊使们 去抵挡破军的内计 黑暗皇族又如何 身为中期至尊高手 他们也算是黑暗大陆上的强者 岂会甘愿被人如此斩杀 阴景受禄 一个个疯狂地抵挡 只是他们才刚释放出自己的防御 就听了咔嚓一声 那林渊石门和昆魔宫 被破军的气息镇压下来 瞬间裂开了一道道细微的裂纹 皇族之威不可阻挡 不 两个人惊怒死后 论修为 他们只是中期至尊修为 比破军要差许多 论身份 破军黑暗皇族气息 也能镇压住他们 不管从哪个角度 都是不可抵挡住的 恐怖的力量 隆隆地碾压下来 宛若是天地崩塌 将两个人直接泯灭掉 就在这关键时刻 突然一道立鹤之声响起 破军 你的对手是我 危机之中 一道身影骤然出现 正是秦辰 他生生拦住了破军的攻击前 拦下了这一击 轰的一声 秦辰直接被轰飞出去 差点身体被轰暴 到处是伤口 气息虚浮 几乎当场炸开 肉眼可见的 秦辰的身上出现了无数裂纹 有鲜血击射 无比击散 大人 司空阵和临缘至尊神色震撼 尸声惊呼 大人为了他们竟然受了如此重伤 暗雷老祖等人也都呆滞住 难以置信 这世上竟然会有如此傻的皇族之人吗 甘愿为了自己挥下抵挡攻击 这也太傻了吧 简直无法想象 须知 黑暗大陆是一个从宇宙毁灭的轮回中存活下来的 在大陆之中强者如云 势力遍布 但是每一个人想的都是如何自保 这是一个无情的大陆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出口 天道是最无情不过的 不会因为你有情饶你一命 也不会因为你无情而对你降下天罚 天道是没有情感的 代表了天地的运转 物质的生命 毁灭你 与你何干 这就是天道 所以 在黑暗大陆 每一个人都极其的无情 经历了那种 纪元毁灭的轮回 看惯了一个个世界的毁灭 为了追求更高的巅峰 他们抛弃了一切可以抛弃的情感 亲情 爱情 友情 这些统统都可以不要 只为登临舞蹈巅峰 至于手下 那根本就是用来牺牲的 而如今 秦晨的举动 却是深深地震撼了他们 让他们内心 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走 拦下破军的攻击 秦晨抹去嘴角的鲜血 对着司空阵和林渊至尊怒吼 给我记住 活着 一定要活着 秦晨历声说道 然而他转身 毅然决然地面对着破军 身躯威和 如同一座高山一般 牢牢地守护住了司空阵 和林渊至尊 不屈决然 司空阵和林渊至尊 眼角寒泪 两个人看着秦晨的背影 那身躯虽然并不伟安 但是 却是好像一根天柱 牢牢地钻刻在了他们的脑海 永不磨命 我等 谨遵大人号令 话音落下 两个人疯狂地燃烧本源 轰的一声 头也不回 直接冲向了黑暗禁地之外 为了大人 他们也要活着 活着离开 找死 破军立鹤 再度出手 轰的一声 无尽地杀气沸腾 规则在退避 直接镇压下来 破军 你的对手是我 秦晨长笑了一声 剑气冲天 这一刻 他整个人好像和神秘秀剑融合在了一起 人见何意 抱舍而出 轰隆的一声 剑气灵霄 斩断救天 秦晨燃烧黑暗王穴 死死地抵挡住破军的攻击 不让他攻击到司空阵的人 司空阵和林渊至尊必须活着 不是秦晨对黑暗一族动了情感 而是只有司空阵和林渊至尊活着 才能将第十天的秘密泄露出去 让黑暗一族彻底动乱起来 归根到底 还是为了人族 为了这片宇宙 黑暗一族太强大了 特别是当他们众志成成的时候 唯有让他们内部先乱起来 才有可能趁此之计 在秦晨的阻拦之下 司空阵和林渊至尊瞬间暴掠出去 已然是来到了黑暗境地的外围 该死欲作拦住他们 破军变色立刻出声 不管如何 他都是不能让司空阵和林渊至尊离开的